请大家发票对讲中奖了 不要把照片PO到网路上 那要PO要炫耀呢 记得重要资讯也要遮一下 因为现在有人就利用这个漏洞 去领别人的奖金 嫌犯是一名21岁男投男大生 他就在网路上搜别人PO出来的中奖发票 然后呢再利用财政部发票对讲APP 把奖金汇到自己的账户 一口气就赚进了9000多元 那民众呢因为奖金被领走了嘛 跑去跟国税局检举 他的手法因此曝光 发票对讲好方便 不用外出跑一趟超商货银行 只要下载财政部APP 就能直接把奖金汇进户头 没想到男投竟然有人抓住这个漏洞 当其奖金大到 男大生发现对讲漏洞 先在网路上搜寻发票中奖的字样 接着呢把民众未经处理的发票 拍下来上传到财政部的APP上去对讲 偷领奖金 21岁理性男大生 惊觉这个方法可行十随之位 去年8月7号8号两天 疯狂的在网路上找寻中奖的发票 由受害人发现奖金莫名其妙被领走 因此心急的向国税局投诉 是我们在移计他的这个人的统一发票去查询 发现中他在领起那个奖金 中奖的发票骗几千审 26票 拿过不法的领奖奖金子 我们直接送检教单位 整办 这个发票还是在网路上分享 关键的资讯 Q5号 遮好遮满 理性男子中奖发票金额分别是200元 500元 1000元 不等累积一共赚了9300元 把变明的APP变成自己取得不义之财的犯罪工具 遭法院判拘役30天 全案可上诉 下期讯闻吴昆云 沈明志 谢云真南投采访报道